在結尾一開始 教授一樣跟大家分享一則任的事實 為什麼大部分的毛小孩都喜歡女孩子呢 主要是因為呢 男性的音頻比女性還要低 而低音頻在自然界的話 代表著是一種不友善的音頻 就像捲貓的低音他氣 它都屬於低音頻的一個表現 在大部大自然界裡面 大部分的動物都是如此 所以當你要你的毛小孩更喜歡你的話 下次你可以用拉高聲音 用開線的語氣跟你毛小孩說話 希望不要覺得不好意思哦 今天一開始教授跟大家分享的這個主題是肝炎症 在去年我們生種醫療團隊 跟這個東生種委員合作到現在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辦了99場疫診 在這當下也協助了3000隻以上的毛小孩 來到給他當下的這個身體健康 我們發現很多人毛爸媽媽媽 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毛小孩得了肝炎症 因為肝炎症他本身也被證實 是一個頑固類似性推化發炎性的一個疾病 他根本無法被根治 所以他狀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甚至最後有可能會造成失明 所以今天教授要教大家 如何去判給自己毛小孩 是不是有初期肝炎症的一個風險 我來看有哪些毛小孩的天生 最容易有肝炎症呢 像這個膝蓋白梗 陰豆 馬爾濟絲 霸豆 還有雞娃娃 約克夏 還有這個巴克這種平臉狗都會 然後在貓咪的話 有哪些會比較容易有肝炎症的問題 像這個波斯貓 以及這個異國短貓 就是我們所謂加飛貓 他們都是比較平臉的貓咪 那肝炎症總共會三級 第一級初期肝炎症的話 他比較輕微的 他常會有這個眼淚流出眼光之外呢 他會伴隨著腳末或反目性的腳末結末發炎 而且眼神會變多變粘稠 如果眼睛同時有病發感染的話 那麼眼神也會呈現黃色或是綠色 再來我們來看看第二級的肝炎症 會有哪些症狀呢 除了腳末炎會更嚴重之外 他的流淚量可能會變少 眼神量會變多 眼球表面可能會有血管症狀的情形 是血絲會進到眼角膜的區域 他的眼角表面變得固化 就是他會濁濁的 再來我們來看看第三級的肝炎症 會有哪些變化 眼球表面會變得不平整 甚至可能會因為眼神過乾或過硬 在眨眼的時候 會刮破眼角膜造成腳末潰瘍 眼睛很乾不斷的刮傷 會造成多多的傷害 也會引起腳末變性 以及黑色素沉索的問題 而這就是一個永久性的傷害了 我們在臨床常會看到很多老一位的事主 他們總是會把這個第二級 以及第三級的肝炎症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老貓老狗常見的問題 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毛小孩他在眼症的時候 他眼睛其實會痛也會怕光 那不舒服的情況下 他可能用他的爪子 不斷的抓臉 甚至會用爪子掛破他的眼球 而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當連毛小孩有以上症狀的時候 一定要帶他到動物院去做這個淚液的實驗 來看毛小孩的淚液夠不夠 如果他眼球表面已經有不平整個情況下的話 也要去做這個螢光染色 這樣醫師才有辦法去判別他有沒有肝炎症的問題 依照他的分級 醫師才有辦法評估後續怎麼用藥 再到這邊最後再補充一點 很多毛包毛毛也會去購買眼藥水 來給毛小孩一點 但除了眼藥水可能造成毛小孩肝炎症之外 也會讓原本的感染更嚴重 甚至會造成永久性的失明喔 好 那以上是今天ET寶教室的這個添眉容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